你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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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出发还有两天 所以说我今天要把行李收拾一下 现在我马上就要收拾入营的行李了 大家跟我一探究竟 看行李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看沈阳的风景 冷 树叶都黄了 光吐吐的 还有雪 南方的朋友们肯定没看过雪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雪 这些是我一个箱子的行李 我怎么出别多 都是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 衣服呢也就一些短袖 还有运动裤等等之类的 需要练舞的时候穿的一些衣服 这个呢就是我必须戴的一个物品 就是帽子 因为怎么说呢 大家通过我短视频可以看到 我每次录视频都是戴着女服帽 这个是出境最多的 因为它陪伴我时间是最长的 我也特别喜欢它 它带给了我很多的幸运 比赛一定很顺利 我觉得一定要把它戴 接下来呢是重头戏 就是给即将认识的朋友 准备的礼物 第一个礼物呢就是 我在机场买到的 很多的这种小玩具 大家进去看一下 这种小玩具 就特别的好玩 里头像有豆子一样 然后呢准备了几个 就是特别可爱的 看这种特别可爱的 其次呢就是 第二个就是送给他们东北的 澡堂的文化 搓到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东北人 一周必须搓一次澡 然后就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得劲 东北话得劲 然后呢送给他们的搓到的 希望我们在营里 互帮互助 互搓互卫 就是我喜欢搓到的自由 好第三个礼物是 比如说音响啊 那种什么之类的 像这种话筒 好再翻一翻 这个是我去英文必带的食物 因为怎么说呢 有点滴血糖 就是说一定要吃点糖 所以说才能 让自己感觉有力气 介绍一下我的睡衣 就是灰色 因为我比较喜欢灰色 这个颜色 然后就是我的睡衣就是 比较这种 暖的色系 下面是一些小林翠 就是一些帽子之类的 就是啊 这个经营之后肯定会有 有些时间没有洗头 然后需要戴帽子 还有一些就是去机场 一定要注重现在疫情之前 因为我每次出差 都是要戴这种 依次性的手套 其次呢就是这个 也是酒精的时间 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安全 其次呢就是 这个老师胃不舒服 一定要吃这个药 难保啊 怕万一冷怎么办 有一些热红糖 嗓子不舒服 必备的 好 水杯 平常可爱的一个水杯 看 就像那种儿童那种锡 那种特别可爱的水杯 带一些膏药 贴腰啊 贴身上的一个地方非常疼 这个就帮到很多运势 洗漱用品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一个电动牙筷 一个牙膏 一个洗面栏 一个洗面栏 一个采计 再加上一个草 你看在中里 拜拜 咱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大家问我 有单一口口 我需要带什么的器材不赢 当然了 好了不带 但是我给大家有担心的才艺 买了一身鞋 但是我一直在等待 等待 我随着随着 在等待 从你感情上的依赖 我没有任何的遗忘 这是爱 我无法去世 不同朋友 感情已那么陌生 将我怎么能放手 但你就爱 I only will you be your friend 做朋友 行李到这里要告一段乐了 我要睡觉了 拜拜